草柳黄花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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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柳其实我们用了 花雕酒和酒粥 这道菜吃完可能是醉醉的 草柳黄花鱼片 我们用来切片 放一点蛋白、盐、粟粉 将它拌均匀 放一点油 炒的过程里面 它们就会滑很多 而且不会黏的 好,我们先放一点油 金菇、木耳 你想让它更加香味突然 我们就加一点蒜片 它两样东西 洗完它都有水分 所以我们不用特意加水 放一点糖 盐 金菇呀,这样吸味 好,我们先下桌 把它補开 我们放一点油 所以慢慢煎熟它 鱼肉它真的会比较快熟 所以我们尽量一路一路摺下去 这个我们慢慢煎熟一遍 好,我们拿个蛋 将它慢慢翻过来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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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自然会滑下去了 记住,千万不要大力 大约我们煎到几成熟呢 七八成熟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留下少许油 我们放蒜 把葱、花雕酒倒下去 接着我们调少许糖 盐 接着我们加少许上汤 这些酒香味已经滲出来了 先下鱼还是先下鲜水呢 如果我们下鱼再下鲜水 我们是否要搅拌呢 在搅拌的过程里 鱼肉就很容易散了 是先下鲜水 下鲜的时候 最重要是一下鱼 我们就把它推开了 要稠稠的 再紧一点 因为我们想鲜 完全将鱼肉包住 好,要多加少许油 鱼肉我们慢慢在这个位置滲下去 看它慢慢地 你看那些汁已经是跳下跳下的 大约九成熟 我们就可以上菜了 第一层 然后第二层 然后第三层 然后第三层 下鱼肉 想用电煮出更多好菜 立刻想自想买 和记得追踪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看鱼肉 船创碎